咖啡汁 我现在在上海的永康路 这边不愧是咖啡馆一条街 有十几家咖啡馆 没错 燕麦奶特调的咖啡 今天真的是外边有点热 我看到它这个花瓜大乐陶这个冰的 我就觉得立马就想进去试一试 赶紧进来 点一个 尝一尝你们特调的 一个新饼的花大乐陶 然后还有个燕麦奶的话是桃圆餐结语 这个是用到丁罗克和燕麦来的 好 那就眉眉细雨和我刮刮大乐陶 这个很精致 然后眉眉细雨这个你看 它用了这个浓缩咖啡 自制的花梅糖浆 然后鲜炸的凤梨汁 真的是鲜炸的 我看这个小姐姐亲自炸的 那我们用这种粘稠的感觉 其实是模仿了一个上海的 梅雨天气的那种感觉 那么梅雨天它也是一个比较湿黏的 上海会湿黏不舒服嘛 底部的话用的是 其实是四种不同的梅子 熬了一个花梅糖浆 那这个梅油串上面其实就包含了这三种 喝的时候比较推荐去大口的喝它 就感受一下层次的过渡 就比较像是从梅雨天走向了空调房的感觉 描述的太真的是专业 沉浸式的描述 你 专门的台本 然后这一杯的话呢 就是一杯瓜瓜大乐陶了 我们一会喝这一款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先吃陶子本身 这个是吧 对 像喝的一样大口的去喝 好的 哇 这杯喝的好顺 然后它那个陶子的味道很自然的那种 就进到你这跟这个米枪一连 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 真的啊 好舒服啊 我真的是粉丝 真的是粉丝 这个逛了一次店又多了两个粉丝 哇 回去一定要一件三名 我们又打了两个粉了 在这个产品的创意上 以及呈现方式上就非常非常的棒 还有就是我在喝这个饮料的时候 这个小哥哥还有这个小姐姐 他们很热情的就是在介绍他的这个饮料啊 然后介绍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创新的一个理念啊 就非常棒 刚才我们在贝斯的时候 然后他里边那个咖啡师就推荐说来这个店 他们是一个老板 两家店主打的这种特调的风格不一样 所以说我就想尝试一下 看这家店和他们另外一家店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刚才那个小姐姐说这两个很不错 这个里边是有个羊桃吗 对 它下面的话底部是羊桃跟奇异果的果酱 所以就比较偏火酸一点 我就一个这个了一个这个 好 给你手 你这个还打了个折 对啊 这边的话会给你们两个手牌跟两个早票 这真是像去早上洗澡的 入场门票啊 好 这个入场 来 进来 先看一下 这个洗澡环节 对 没错 我当时看过您一个视频 然后我自己还做过一个类似于很泰式的那个品品 是吗 好喝的 因为用到了就是香茅跟那个柠檬叶 对 然后去做了一个炸了椰浆的一个咖啡 所以说你也是很喜欢研究这个特调饮料对吧 没错 没错 首先为您制作第一杯呢叫做无氧呼吸的苹果 最先为您加入的是一个发酵一整天的苹果汁 经过长时间的低温发酵呢 苹果汁会带有一个类似白色花朵那种比较淡雅的香气 同时呢发酵的苹果汁会消耗部分的糖分 降低它的甜度 从而会保留更多空间呢我们可以为其增添风味 所以搭配它的我们会选择一个自制的肉桂糖 然后搭配它的咖啡呢我们会选择一个中生烘焙的浓缩咖啡 本身这是咖啡豆呢会带有一些坚果跟可可的风味 苹果汁还有肉桂糖相互融合呢 这杯饮品就会带来一个比较特殊的香气 这个香气呢类似于我们在烘烤面包烘烤蛋糕才会闻到的香气 接下来呢我们会加入一些气泡水去活跃整个衣品口感 打开它的风味 名品的最后装饰部分呢我们会用到一个不自己烘干的苹果片 苹果片呢经过脱水烘干呢它会保留了原本的香甜 而且小哥哥做的时候很有仪式感啊 让我感受到了就是小哥哥是在比赛中的那种感觉 好 谢谢 谢谢 上面是一个他们自己烤干的苹果干 哇 这个壳子好特别啊 有一点烟熏的苹果呢 带有一丝丝的肉桂的味道 因为它本身带有一些很强的叫感 同时呢会有一些淡淡的肉桂的香气 以及苹果的那种融合在咖啡里面 好 然后把这个杯子烫成洗澡 我是不是第一个人这样开的 是的 是吧 我觉得这个特然蛮好看的吧 有点特色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上面的这个燕麦奶奶奶浩子 然后再感受下面的东西 哇 这个比刚才那个更清爽一些 天气是那种风和日丽的那种感觉的 是的 是的 浩子嘴里面还是非常非常舒服 然后有点像是那种跳舞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真是这样 非常清爽这一杯 这个和这个其实它是两个方向的 正好你们点的是非常好点的 我个人更喜欢这个清爽一点的这个 像是风和日丽的沙灘上那种感觉 就是我喝了这两杯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没有 就是特别的去突出咖啡的味道怎么样 你们反正是就是说用不同的食材和咖啡来做结合 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 是的 那一组客人在里边喝咖啡 然后可以从头到尾的去看这个咖啡师 然后他们是怎么样把一杯咖啡给做出来的 然后他们这杯咖啡的一个理念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体验感非常好 今天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他们的产品的这个本身 那这一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给我们点赞 然后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可以了